7月2号下午4点 泰国旅游与语言多样性研究论坛 在泰国曼谷一三仓大学召开 这次讨论会主要研究的是 当前状况下 泰国旅游业如何应对语言多样性的挑战 前总理R.P.S.与澳洲教授英格丽作为主要发言人 出席了此次论坛 泰国前首相R.P.S.先生将和来自澳洲的知名的语言学教授 Professor Ingrid Peeler在这里展开一个论坛 论坛的主题是关于泰国旅游和泰国加入RCA以后 所面临的语言多样化的压力和挑战 前总理R.P.S.在会上表示 英语在泰国旅游业当前状况下已经不够用了 非英语国家的家庭国际旅游 甚至青少年独自旅游的人数已经占领了很大一部分 而中国游客人数已经占据了最高位置 如果只是通过英文交流 明显已经不能适应市场的需求 即便是这样 泰国在社会公共服务中的英文细节仍然不容乐观 比如游客的指示牌 车牌 地图都以泰文为主 这让游客有些无所适从 前总理R.P.S.和英格利教授都提到 如果政府部门训练出少数会说各国语言的专业人士 可能在政府解决沟通问题的方案上 更惊计 更易于见效 本台记者 曼谷报道